Chester 同你check 主持 朱丹 歡迎各位聽眾又回來Chester 同你check 的節目室 這是第二節 當然坐在旁邊有嘉賓主持 Jessica 以及我們的受訪嘉賓就是 Jason Cole 高醫生 上一節高醫生有講自己成長過程 為何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不同的晉升的環節經驗 亦都緊張 這節我想問一下高醫生 我相信很多聽眾都想知道 什麼為之心臟病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一想到心臟病 每個人都在想到血管塞了 接著要掩著胸口 然後踏下要叫白車 然後要馬上送到醫院急救 然後做通波仔 其實心臟病是否這樣 心臟病是否等於心臟病突發 心臟病只不過是不僅是心臟血管 它是包括很多東西 可以是由心臟那塊皮 去到心臟那塊肉 都可以有事 你想像一下心臟好像一間屋 有水管、有電線、有門、有窗 各種東西都可以有事 譬如說 人們容易認得的就是心血管病 就好像你的屋子的水管塞了 但不只是水管塞 一定屋子就會有事 還可以譬如說 電線漏電 就好像心在亂跳 我們叫心跪或者心率不整 或者是門窗關不了 這就好像心臟出了問題 開合有問題 或者是牆的結構有問題 就好像我們有心衰竭 所以就是臨臨種種 總體來說 究竟會不會跟大家分享 有多少類型的心臟病 譬如有些是先天 有些是後天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是的話 我接觸的類型 不如用癥狀來說 通常我們心臟科接觸的類型的人 不外乎四種類型 找我們不舒服 心口毅 心跳亂 頭暈 氣喘 這件事 就會令到我們 知道下一步 要分開 究竟它是電線的問題 水管的問題 還是門窗的問題 我們可以這樣分析 根據它的症狀 和我們的推斷 就會做相應的檢查 譬如說 如果它是血管塞的 懷疑它是這方面的 我們就看它的根源 它的現在的症狀 和日後可能需要什麼的治療 譬如說 它的症狀是心口毅 然後 它似是心血管病 我可能會推斷 它的根源 就是看看有沒有三高 有沒有膽固醇高 血壓高 血脂高的問題 然後 就會去檢查這些之餘 可能要做 運動心電圖 或者是電腦掃描 來看看它的血管 是不是真的塞 如果真的塞 我們就去做通波仔 如果它是說 它是心跳亂 它的心突然跳得很快 我們之前就會問一問 它的根本原因 譬如說 它是不是晚上睡得差 或者是它喜歡喝咖啡 吃煙 喝酒 我整天都喝咖啡 對 那你的心就不斷地鼓鼓跳 喝咖啡 然後令你睡不到覺 然後你又更加需要喝咖啡 一個惡性循環 即你的意思是緊張 也會令你 沒錯 心就會更加跳得亂 跳得快 我們會去看看 會不會改善這些流閘 或者是本身身體出現毛病 譬如是內分泌失調 令到甲狀線過高 有甲礦 它就會心跳快 手震 眼凸 怕熱 又會有不同的症狀 我們就會根據這些症狀 來做相應的檢查 例如做24小時心電圖 然後驗血 看看甲狀線 看看腎功能有沒有問題 如果牠真的發現牠心是亂跳一路跳 可以停止 我們可能會考慮做消融術 或者是用食藥來按住心跳 高醫生 其實剛才提到 我經過頗漫長去看病人的症狀 然後給予一些建議 如何治療 會不會很常見的病人 會有一些常見 例如會有一些誤解 或者會有一些疑惑 究竟這個過程會怎樣 可能牠都會很擔心 會不會舉這些例子 牠們經常會有這種感覺 除了剛才這樣說 每個人都以為心臟病 心口痛 就一定是血管塞 其實不是 我們首先要分開 究竟牠是怎樣痛 一般來說 典型的心腳痛 代表是心血管窄 就是我們做勞動的時候 心的壓力大 牠需要氧氣大 譬如牠在做運動 一條窄的血管 供應不夠的血管 牠就會在心口壓住 牠不是刀刺 不是扯住 不是尖 跟牠是一路像石頭一樣 壓住心口 維持至少一分鐘 不會超過十五分鐘 安靜休息的時候會解除 不是安靜休息的時候發生 這才是典型的心腳痛 如果牠經常說 牠在晚上起床 偶爾會覺得心口 是跳一下跳一下 或者是壓住壓住 但是很短的 幾秒鐘 我就不會覺得 像是一些心血管窄影響 可能是跟心律不整 組搏會有關 另外一些 經常都聽見 如果心血管塞 牠就會中風 其實不是你這樣說 心臟病有一種可以引致中風 但不是你想的那種 如果心血管塞 在心臟裡 它塞了 會導致那個器官沒有血度 那個器官是什麼 當然心臟會令心肌更塞 但是腦部的血管有沒有事 沒有事 所以不會心肌更塞 然後這樣就會導致中風 但是怎樣會令腦部的血管塞 而是關心臟事 就是有一種 譬如心房戰動 心亂跳到 心房有一些位置 是血液是不動的 因為它跳到亂到 那些血塊就會容易形成 那麼它馬上越來越大 掉了出來 一旦彈了上腦的血管 塞了腦的血管 就會形成中風 這樣才會是 或者高醫生都行醫了20年 其實在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會不會已經在技術 或者現在對於心臟病 一些診治 或者是一些治療的方法 現在都有一些突破 可以讓觀眾了解一下 最新的方法 其實是一路一路改進的 正所謂後浪推前浪 我以前的師傅、師兄、老闆 學習的東西 我們都可能會學得更新 現在的新一代 亦都會比我們更加新穎 所以我們要不斷地改進 不斷地學習 譬如說 我當時剛剛在Stanford 我幫忙參與 做微創換心反的手術 剛剛開始的 現在已經很盛行 不只是在心臟其中一個動脈反 可以在二尖反、三尖反 都可以做微創手術 以前全部都是要開胸做的 這些手術 現在就不需要了 或者是那些心臟起薄器 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細部 以前只可以開鎖骨以下的位置 放一個大約是五元左右的起薄器 所以現在可以植入心臟裡 減少了感染 或者出血的機會 這就是在硬件方面的技術 在軟件方面的技術 我們現在開始 尤其是之前有一個新冠疫情 令很多人留在家裡 不方便出外 我們會做一些視像的回診 而且會開始摸索物流 是怎樣做 除了跟他見面去講之外 那個藥的輸送應該要怎樣處理 現在就會多了人去處理這些事情 也會造就了 那些人會覺得不需要每次都要進醫院 或者是診所迫 因為這些地方 坦白說都是一個交流細菌的地方 會交叉感染 大家都不想 或者甚至乎是公公婆婆去等 其實都很辛苦 所以也做了一些新的 不是說技術 就是一些服務 就是會上門去做服務 我們就會 例如上門去看病人 所以我們變成了一些新的 例如要做一些便攜式的超聲波 便攜式的心電圖 來幫人去看病人 好了 高醫生 多謝你的分享 下一個環節回來 我們再談談事業上診症的隨時 ível間 於是 無數 IT 當然 損